华联市区又发生了大火烧毁了民宅 市长魏嘉贤第一时间也立即启动了 安心为你紧急应变机制服务 派员到现场了解状况 并且在9号上午就前往发放急难救助金 后续还会协助受灾户来申请安迁的救助 期盼可以早日充建家园 火灾发生时市长魏嘉贤立即指示 民政客和市劳客启动安心为你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由民政客里干市清查受灾户及灾损状况 社劳客接续办理后续的急难救助事宜 由于市长魏嘉贤9号要前往台北客委会争取经费 因此他指示社劳客前往关心慰问 那因为昨天晚上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进风界这边发生大火 那市长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也就是非常的关心 那因为市长今天自客委会争取华联市的建设的经费 那由就是我做代表来这边慰问昨天晚上 就是受灾的民众 那昨天晚上就是受灾的民众有两户 那分别是有78岁的张姓阿嬷 及67岁的林姓妇人 那还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那两位民众因为现场有吸入农员有送医 那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也都 就是有医生诊断可以回家休息 那目前由公所这边第一时间的来发放了 慈爱基金的慰问金 那后续也就会协助民众申请安全救助的部分 可以重建家园 那待民众整理完就是烧毁的这些废弃物以后 我们也会联络清洁队来协助亲运 那后面我们这位社劳客也会结合民间团体的力量 看是否能够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回复平常的生活 市公所表示两户受灾户人员都已经一亲安置 市公所第一时间先发放急难救助金 后续会协助受灾户申请安全救助 而最近花莲频传火灾事故 市公所也提醒大家 出门或者是睡觉前 一定要检查电器用品及火炉是否关闭 也要注意电器是否良好 以免发生电线走火的意外事件 借旅会欢市报道